各位观众老爷,大家好呀!今天为大家讲述高人气惊悚悬疑犯罪韩剧《Wars》第一季大结局的故事。上章说道,有人举报疯狗涉嫌暴力执法,上司对疯狗做了停职处理。队长此时也察觉到警局中出了内鬼。 九妹夜晚独自在家,却经历了惊魂一刻,毛太久找上门来,给九妹播放了爸爸死之前的一段录音,就是九妹耳边一直萦绕的那段声音。 疯狗觉得九妹家已经不安全了,就借口九妹到自己家住,罪翁之意不在酒落。 正片开始,毛会长把大直叫了过来,让他把疯狗处理掉。 其实,大直是有把柄在他们手上。 南向太死的时候,大直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。 他想拿回他杀人的证据,可惜那个证据却被毛太久拿走了。 毛太久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南向太一直在瞒着他和大直交易。 毛太久从别墅回来后,毛会长大发雷霆。 他跟毛太久说过,不要再去那个别墅了。 他想把毛太久送到国外,暂时避避风头。 但毛太久却并不想逃跑。 他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都是拜毛会长所赐。 看着毛太久凶残的样子,毛会长也有点害怕。 其实毛太久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性格障碍。 除了先天因素外,后天因素也有所影响。 毛太久的情况就是两种因素混合在一起后才出现的。 这种症状根本无法治疗。 另一边,重案组队长也发现了大直被威胁的原因。 大直的父亲因为疲劳驾驶撞了人,南向太也正好出现。 先用此事威胁大直。 大直无意中杀害了南向太的一名手下。 从此他就被南向太彻底控制了。 之前九妹作证时,消失的那段录音,就是大直删除的。 大直指认队长是内鬼,让疯狗去怀疑他。 也是南向太指示的。 疯狗非常无奈。 没想到自己最好的兄弟居然是内鬼。 他约大直在小饭店见面,九妹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 毛太久已经把目标指向了他。 为什么还一直在拖延时间? 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以杀了他的。 他觉得毛太久肯定还有别的目的。 像毛太久这种变态杀人狂,肯定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。 毛太久小时候一定遭受了什么打击,所以才会成为现在这样。 九妹在以前的新闻上发现,毛太久在十二岁的时候,母亲英兰就上吊自杀了。 九妹拿到了一个电话号码是英兰的妹妹。 静兰的,她现在住在国外。 镜头一转,疯狗在小饭店见到大直后,直接开门见山地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。 大直非常痛苦。 她也不想这样。 对手实在太强大了。 他们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。 她劝疯狗放下这个案子。 他们根本没办法抓毛太久。 就算是在现场抓住了她,上头那些人也会不断施压,吵着闹着要把毛太久放了。 但疯狗却告诉大直,就算最后会是这样的结果,也不能就此放弃。 不管有多害怕,也要坚持,坚持再坚持,要让别人知道,世界不是这样的。 正义从来都不会向邪恶低头。 大直这才明白自己错了。 她非常自责。 反派死于话多,主角仰仗的就是自己的剧本比反派的字数还多。 最后,嘴顿无敌。 九妹给疯狗打电话,说她找到了毛太久的杀人场所。 毛太久之所以会成为这样,是因为她小时候在毛会长的别墅里发生的一件事。 九妹也是从靖兰娜得知的。 那时毛会长出差去了。 毛太久想去海边玩,妈妈就带她去了毛会长海边的别墅。 从那个别墅回来后,妈妈就自杀了。 毛太久也变得非常奇怪。 虽然还不知道那天到底在别墅里发生了什么。 但从那时起,毛太久就成为了杀人狂。 还在那个别墅里一直反复地杀人。 嗯,有那玩儿了。 这编剧从犯罪心理那边挖来的吧。 大直在街边买醉,毛太久突然联系她。 想跟她见一面,大直下定决心,要利用这次机会干掉毛太久。 毛太久约见大直的目的,是为了拿回她别墅的钥匙。 男向她之前把钥匙放在那个包里。 大直虽然拿着钥匙,但却不知道是哪里的钥匙。 她用枪顶着毛太久的脑袋,可没想到却被人从背后偷袭了。 千里送人头,关键物证有没有提前藏好呢? 疯狗和九妹正在赶往别墅的路上。 疯狗非常担心大直。 她怕大直想不开,去做什么傻事。 这时她收到了大直的信息,说会把欠疯狗的都还上。 疯狗立即拨通大直的电话,但大直却已经关机。 意思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拿到毛太久杀人的证据吗? 全场唯一真欲言家在此。 另一边,毛太久把大直带到了别墅,准备好好的享受一番。 疯狗和九妹赶到别墅后,发现毛太久的车也在这里。 但他们并不知道毛太久已经把大直带到了地下室。 这个地下室的布置吧? 编剧你敢说没有照搬FC大结局中麻婆和切丝的对决场景吗? 其实当初,毛太久和妈妈来到这个别墅时,毛会长也在这里。 他正在地下室处理竞争对手。 毛太久看到了爸爸杀人的过程,毛会长也很郁闷。 他怎么都没想到儿子居然会来这里。 妈妈赶到地下室,也被眼前的试下到了。 毛太久就是因为这件事,精神问题变得更加严重。 他心里逐渐扭曲,所以才会成为一个怪物。 有钱人家的玩意儿,弄个别墅来杀人,真是会玩哪。 这算是紫城副业呀。 上梁不挣下梁歪。 地下室里,毛太久准备干掉大直。 大直非常害怕。 他没想到毛太久居然能变态到这种程度。 毛太久就是在这个地下室杀了无数人。 疯狗和九妹进入别墅。 但他们什么都没发现。 毛太久处理完大直后,终于发现疯狗和九妹来到了这里。 他觉得很有意思,又可以好好的玩一玩了。 毛太久切断了别墅的店员。 疯狗和九妹知道被发现了。 他们在楼上找到了一具尸体。 是梦幻会所的儿解。 接着他们发现了通往地下室的通道。 但只有大直一个人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。 毛太久突然从背后出现袭击了九妹。 疯狗和毛太久互相用枪指着对方。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。 毛太久对地形比较熟悉。 疯狗一时半会也拿他没办法。 这时警方终于赶到了。 只要毛太久一开枪,疯狗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杀了他。 但毛太久却选择了投降。 他一直挑衅疯狗。 好像他才是最后的胜利者。 大直也并没有死亡。 但他的脑部受到重创,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 能不能醒来还是个未知数。 然而,毛太久即使被抓,也依然笑得非常开心。 毛会长得知儿子被抓后,联盟动用自己的关系,准备把毛太久救出来。 毛太久因为手臂受伤,状态也不是很好。 就先送往医院接受治疗。 而救护车上的人,都是毛会长派来的。 毛太久被送到医院,院长也收到了毛会长的指示。 他让毛太久处于假死状态。 然后告诉警方,毛太久服毒自杀了。 院长以送毛太久去太平间为由,准备把他送出医院。 而九妹的耳朵很灵敏。 他听到了院长运送毛太久的声音。 地下停车场早已有人准备好带毛太久离开。 毛会长准备让他立刻离开这里。 但毛太久却不甘心,他本是这里的王,没有人敢违背他的意愿。 现在成为这样,都是疯狗和九妹害的。 他不甘心就这样离开。 毛会长大势已去,以前对他马首是瞻的人,都开始和他撇清关系了。 毛太久来到港口准备出国。 没想到却被发现了。 警方前后包围,他们赶紧下车逃跑。 九妹听着他们的脚步声,指挥大家去追击。 还这里的王呢,也就是个被家里护着的熊孩子。 他们逃到了船上,本来可以躲过一劫。 但毛太久却突然袭击了同伴,并把他丢到了水里。 九妹听到落水声后,让大家前去查看。 毛太久挽起了声东击西,趁机离开了这里。 小伙子还不服输,就是太执着了。 而九妹也用上了兵法。 他通过媒体试图激怒毛太久。 毛太久果然上当了。 但九妹也危险了。 毛太久已经对他恨之入骨。 毛会长知道自己大势已去,直接自尽了。 这儿子我管理不了,爱咋滴咋滴吧。 毛太久把九妹带到了天台上。 他表示自己杀了那么多人,却唯独对九妹下不了杀手。 这还不能表达自己的心意吗? 但九妹却得寸进尺,要置他于死地。 现在他要开始惩罚九妹了。 然而,这时疯狗却突然出现,直接给了毛太久一枪。 其实这都是九妹给毛太久下的套。 九妹在媒体上故意激怒毛太久,就是为了引诱他。 九妹知道毛太久一定会来找他的。 疯狗很想直接干掉毛太久。 他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这个场景。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,他选择正式逮捕毛太久,交给法律去审判。 疯狗来到了智慧的坟前,时隔三年,终于抓住了杀害智慧的真凶。 九妹也来到了爸爸的坟前,爸爸也没有白死。 就是因为爸爸当时查到了毛太久,九妹才能听到他的声音。 这也是能抓住毛太久最重要的证据。 大侄还在昏迷中,不知何时才能醒来。 两位主角何时走到一起呢? 私人已逝,大仇已报,两位何不并弃虔诚。 喜劫连理,毛太久被一个医生带到了地下室,多人把他乱刀捅死。 最后医生又捕了一刀。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 最后的结局是毛太久在自己的幻觉里。 因为这个下场,就是毛太久最害怕的。 而且那个场所也和他狩猎的地下室一样。 而且最后这个场面是通过九妹的转述表达的。 所以,到底是怎样?就不得而知了。 毕竟是开放式结局。 编剧给观众留有想象的余地。 毕竟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。 肯定有不少观众认为,法律对这种罪犯是没用的。 所以,毛太久的下场,就交给观众去脑补吧。 Voice第一季到这就结束了。 整个故事以智慧被杀事件,和九妹爸爸被杀事件为主线任务。 将报警电话中传来的神秘声音作为主要线索。 串联起一个个零散的案件。 最终讲述了一个官商互相勾结。 包庇变态杀手。 某举非法私利的故事。 编剧借此想传达的一点观念就是正义也许会迟到。 但绝不会缺席。